而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看这次的学运总指挥林飞凡 他为了要号召大家明天走上凯道 他自己本身呢也来到了政论节目来发声了 结果后来就跟蓝营的立委唇枪舌战一番 国民党立委蔡正元就质疑说 现在学生的诉求到底是什么 反服貌难道跟反马已经绑在一起了吗 我对此林飞凡他也不客气的回响说 这样的说法层次太低了 而同一时间我们来看看陈维婷 他也来到另外一个政论节目发声 也直说他们早就退无可退 反黑服貌绝对会坚持到底 酝酿330上凯道 学运领袖林飞凡上节目大打宣传战 和国民党立委蔡正元狭路相逢 你指控那个30秒 你不指控那个三分钟 而且你不去指控说 为什么服报道的立法院三个月都不审 你都不指控 所以这个东西是涉及在两党的问题 你的立场已经把反马跟反服貌绑在一起 这是一个策略上考量 还是你思想上的逻辑 我不懂 他在这个层次上面的讨论 说实在这种层次上的讨论 我觉得已经太低了 不满蔡正元把反黑箱服帽 扣上反马帽子 林飞凡话说的翻 我们还没在领国会的时候 你是不是当 你以为程序委员会是什么 我说句不客气话 程序委员会就蔡市场讨价还价 今天你过什么案子 我当你 明天你过什么案子我当你 不满你大家说 那个就是一个什么 政党之间条件交换的场所 那个地方叫做 你的意思就是说 您虽然支持 您虽然支持两岸的任何协议 包含说台湾跟其他国家的任何协议 都应该要有监督机制 但是这个东西是你可以在政治交换上面 把它交换掉的 两人全向舌站 林飞凡不确战 唯独讲起行政院那一夜 忍不住哽咽 每一个人都崩溃 每一个人都流眼泪 我在国会议场里面 即使在国会议场外面的那场行动 在行政院的那场行动 在去之前我已经有告诉我们这些朋友 我说你们一定要知道 张颖华不是一个文明人 来说我的父母他们当然会担心 我们受到压力 坦白说非常的大 不只林飞凡努力 经住不掉泪 同时间占有陈维婷 在其他节目 情绪也是快到临界点 我们只不过是一群平均年龄 不到25岁的学生 其实很多人问我们说 到底我们什么时候要退场 但其实这个状况 但其实事实的真相是 我们已经退无可退 为了让三三林凯道 占满黑潮 太阳化领袖 一下正面迎战 一下温情喊话 只希望电视机前的民众 真能站出来 在列星期五 黄宝同黄世亭 台北采访报道